Hello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8月13号 星期四又来到了我们差不多 这个周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面对前几天的一个牌面结构 都是比较清楚的 对不对 基本上每天都有什么盈利的一个单子 那面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机会 主要还是什么 主要还是以我们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些什么 打点为主 所以说今天的操作都是什么 都是打点的一些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机会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棒扭一小时的一个牌面 那棒扭的话呢 我们从趋势上去看 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说从这一笔创出新高之后 这个逆动能的强度还是有的 还是拉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逆动能 那这一笔在上来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我们什么 经常做到的一些机会 对不对 其实6.4或者是什么 是正回档这样的一个空 对不对 那这个空的话呢 先看什么 先看这个区间的什么 震荡的空 朋友们 那这个空的话呢 是什么 是震荡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 棒扭的操作 分两个策略去操作 因为它的内回档跟它的正回档的这个容错率还是比较大 对不对 76.4到正回档这个区间差不多都有五六十点的这样的一个容错率 所以说那这个策略的话呢 我们是分两个独立的策略去执行 那一个的话呢 就是到了我们76.4可以去干嘛 去做它的一个内回档的空 当然这个76.4你还是要干嘛 设止损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76.4啊 它没有走出来到了正回档 那这个就是什么 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了 那到了这个位置 那肯定是什么 双倍的仓位去做它的什么 做它的一个空单 所以说也是什么 今天的思路还是什么 先看震荡 先看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思路 没有毛病 朋友们 所以说那这个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欧日 朋友们 那欧日的话呢 从4小时级别 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现在当下在4小时的一个什么 通道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 到了一个什么通道的一个压力位 那这个4小时通道 可以结合什么 我们1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1小时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一个布林带的 什么一个上轨的这个位置 那价格的话 朋友们往上拉的时候 对不对 刚好 那这个空的话呢 是什么 是1小时的碰撞 跟我们4小时的一个通道 共振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去做它的一个什么空 那这个空的话呢 它是做什么 先看什么 先看震荡 先看局部调整的什么 一个打点的一个思路 那如果说这个位置进场了 价格直接跌破 那肯定是看什么 看4小时通道的一个利润 那就是什么 空间性价比的一个机会 那像这种操作都是什么 左侧极致的这样的一种进场方式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欧日 那除了我们的一个欧日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帮价 因为我们今天的一些打点的机会 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一个交叉盘上面 那帮家的话呢 整体上朋友们从日线级别 这个区间是一个什么 比较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现在这个位置 这一笔下来 对不对 昨天包括昨天又收了一根什么 比较实的这样的一个阴线 那对于今天来讲 大概率收阴线的一个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那包括4小时级别 也是一样的 整体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下跌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价格不断的在创出新地 那昨天在这个位置 又形成了一个标准的一个什么 镰刀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那对于今天的思路 我们还是做它的一个什么 空头的一个延续 那这个延续怎么做 我们可以看一下小级别 一小时级别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于它这一笔 朋友们 对于它当下的这样的一笔 直接这样的违反的概率 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进场位置 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一个布林带 中轨的这样的一个碰撞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价格 可以去做它的一个空 那这个空的话呢 是看什么 也是先看打点的思路 那这个空的话呢 也是先看什么 先看这个什么 区间 先看这一部分利润 如果说这个位置直接向下跌破了 那就还是什么 空间性价比的一个机会 就成立了 空间性价比的策略 就怎么样 就成立了 所以说对于当下这个空 第一指引还是先看什么 先看这个打点的一个空点 那这个空的话呢 也是什么 顺势的思路 顺势交易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了 各位朋友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或者是来到我们学习班 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话呢 今天是由我们的这个刘老师 去带大家去进场 去操作我们在早盘当中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交密码当中 说到的一些机会 好不好 好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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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